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君不信 正是因为我信你 才会当场便将那些小似丫鬟们狠狠地训斥一番 并警告他们 若是再有搬弄是非之人 便即刻赶出门去 那主君今日这样兴师动众时 刚才有丫鬟来报 说亲眼瞧见 这别院有万难居住 你可承认 别院的厢房中 的确有两名男子居住 都是妾身的朋友 你承认了 主君 这别院住的男子究竟是谁 一搜便知 果然是你 你素来装作一副温顺的模样 实则 不过是个狠心的大副吧 今天让我撞个正常 看你还如何巧言吝啬 你闭嘴 主君 你不要再被这个当副给盲骗了 据我所知 这别院住的外难可不止两个 再不搜 怕是要逃了 先搜吧 不必搜了 皇城司 沈牧 见过各位 皇城司 既然徐大娘子认下了是朋友 那便同声相应 同气相求吧 在下李春风 见过各位 这是做什么 好大的阵仗 谁家闹贼了 这不是徐苑外吗 怎么还自家打自家人啊 老家的时候一个个人摸狗样 到现在一点屁事 都屁点屁点跑回来 都是贱的 徐大娘子还真不调解啊 他竟然与我撕毁 托我什么 我这张丑脸还是这条瘸腿 还是托我在大牢里堵过几年 这位小娘子 倒是与我十分相同 一个粗笔无理 一个鹰狠独的 要不 咱俩试试 是 中文字幕 李宗盛